你們等下要打同意了 照六人錢你嘴炮我 只要我會看重播喔 重播聊天說在喔 你們 你們如果 JJ什麼Vientra說什麼 看一下 你想要JJ能人所不能的優點 你會說什麼 哇這問我就對了 他的忍耐度 無人能級喔不 在台灣來說是無人能級 但有一個外國人可以屌打他 我等下再說是誰 他的不洗澡的忍耐度 JJ曾經跟我說過一個理論 因為他那個 常常會在那邊抓 就是在那邊抓癢啊然後我都說 欸你在那邊抓癢怎麼不去洗澡啊 就是你洗完澡就不會癢啊 為什麼你會在那邊抓都不去洗澡呢 他說我告訴你 我會抓 那個沒洗澡的幾幾天會這樣癢 可是當過幾天 那個污垢 污垢的厚到一個程度 把你那個那個那個 表皮神經壓制住的時候 你的皮膚沒有辦法呼吸的時候 你就再也感受不到癢 你就不會再癢 所以JJ可以忍受 大概一整個禮拜不洗澡 就可能兩天不洗澡會在那邊抓 第三天開始他就不會抓了 三四五六天他都隨便忍 直到第七天開始臭微開始飄散 第八第九天 有點臭到 他不是自己臭不了 臭到紅人臭不了 哎呦 王傑去洗澡啊 哇好啦 阿洛美要出門為什麼要洗 阿你臭到我啦 然後我才不要去洗 然後有另一個人 很屌 超屌 那外國人 大家應該有猜到他叫歐先生 他在跟小雲寶寶在一起之前 啊 真的強 我只能說真的強 我本來在 TBA宿舍跟JJ生活了好多年 生活兩年 我以為JJ已經無人能打 我以為他已經unstable了 沒想到 我叫HK遇到這個歐雷 他媽更屌 他這個人不止不洗澡 他他媽還不洗衣服 你知道他衣服是怎樣嗎 他就是 衣服髒了他就直接丟掉 不洗 我們問他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不會洗衣服阿 他家好像復活帶阿 他家也是營造業的阿 就是不會 他從小沒有洗過一次衣服 所以他不知道衣服怎麼洗 所以他就 他就是 洗澡阿 他洗澡就順便把那個衣服給丟到垃圾桶去 哇操真的屌 他也可以忍超久 有一次我們修賽期喔 我記得很清楚 春季賽季後賽完 那個修賽季長達一個多月 他至少15天沒洗澡 因為我們連續每一天都過著一樣的生活 他每一天都穿著同一套衣服 然後大概撐了一個月之後 我們才看那件衣服 那件衣服出現在那個洗衣欄裡面 對啊 只跟證一下 他衣服不是丟那個時候 他丟洗衣欄 可是 那是 他一輩子都不會洗的洗衣欄 所以他到他搬家的時候 他的洗衣欄 哇疊得滿滿的 好幾套衣服 都沒洗過 然後因為以前沒有打掃的阿姨 沒有人會幫他洗 沒有人會幫他洗 所以他在那邊堆一層衫 然後沒有衣服就去買新的 沒衣服就買新的 他不是 他裡面去買新的 他都不願意動手洗個衣服 這個醬油真的是打得挺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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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喔 喔還有到還有到 欸欸欸 他宰在上面 好吧 欸 me EN 阿 監獸1000分 也是被監獸1000分 屌尷尬耀 打 Ala 全世界上還不知道輸 我嘴巴要靠 我們一直忍耐這一嘴啊 忍耐很久了